演出全來了那個 火雞的叫聲 現在我女兒在醫院 等著生孩子呢 我要打奶來了 每天早上那些小路都會從這裡跑過來跑過去 老王上次辭了工作以後就一直在家裡學那個房產經濟 那個他其實是在德州是要考過的 但是德州跟田拉西這邊的法律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要單獨考 他上次辭工以後就每天都在家裡上學那個呢 今天是他去考那個證的日子 去考場的話 從這裡過去要一個多小時 因為考場那邊不允許帶別人一起 也不允許 就是如果他帶了其他人的話 也不可以在他們考場的那個停車場 本來是計劃好我要跟他一起去的 然後看到那些以後我就不跟去了 我就在家待著吧 剛好女兒在醫院裡生孩子 我就在家盯著那個微信 寶寶是凌晨0點12分出生的 六斤六兩 很健康母子平安 女兒因為打了五痛 看起來狀態也還可以 不像我們那個時候 生孩子的時候就只能肝痛 我還記得我生我女兒的時候 那天晚上好冷 我整個腳等我生完的時候 我兩條腿都是冰的 尤其是那個腳 簡直就像是沒有知覺 完全沒有知覺了 太冷了 然後接生的那個奶奶 給我用那個開水壺燙 那個 以前那種叫燙婆婆的那個東西 給我污了好久都污不熱 又趕上那天我媽媽剛好不在家 是我奶奶陪著我 然後我們那裡的習俗是不可以在家裡生 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條件去醫院生 因為那個時候計劃生育很嚴 也不敢去醫院 甚至都不敢讓人家知道 我們那裡的習俗是嫁出去的女兒 不可以在兩家生小孩 所以呢那一天我是在那個學校的一個 就是一個辦公室吧 裡面有兩個櫃子 然後我奶奶拿了一些棉被過去 然後就在那邊生的 然後那個接生的婆婆也是我們家的親戚 其實當時自己也還蠻小的 也很怕 也沒有媽媽也不在身邊 然後還好就是我奶奶一直在那邊陪著 然後那個婆婆接生的那個婆婆她很好 我也是那個婆婆接生的 我們家所有的小孩都是那個婆婆接生的 但是那個婆婆現在已經不在了 我家女兒是那種很好帶的小孩 從來都不需要怎麼操心 她也不哭也不鬧 吃飽了就睡覺 特別特別的好帶 我兩個小孩都特別好帶 所以我是沒有吃過那種帶孩子的苦的人 這是寶寶剛出生半個小時 他爸爸拍來給我的 看起來還是超可愛 然後爸爸一直在那邊陪著媽媽 還有奶奶也在那邊陪著媽媽 我們的簽證都還沒有遞交上去 還要補材料 也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弄好 應該是4月份也是可以回去了 我們要報稅的材料已經全部準備好了 下個星期一先去報稅 報完了稅以後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 我知道會收到很多很多的祝福 謝謝大家 我就不一一回覆你們了 老王超級開心 他的Facebook已經嗨了很多很多年了 從來都沒有傳過照片 沒有傳過視頻 今天是第一次說我當爺爺了 說我當爺爺了 說我當爺爺了 哈哈哈哈 你今天開始還挺醜 這已經挺帥了 你媽說你醜 你跟世界那的時候 到時候我發給你看啊 哈哈 爹爹 Oh my God, it's that fast 這看起來像小孩子 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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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那是你的影片 他看起來像我小孩子 哈哈